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纲的一个中国政策 外界普遍认为此举台意味明显 目前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市如火如荼的进行 除了主打攻击特朗普 民主党也对台湾释出善意 修改通过友台党纲与共和党在台海关系问题上口径一致 对此台湾外交部20号表示 台湾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均维持长期友好的关系 这次民主党四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 因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首次以线上形势举行 民主党再度在通过党纲时列入有我文字 充分彰显民主党对巩固台美关系与台海和平的高度重视 也彰显民主党各方人士长期对我国的深厚友谊 极具正面意义 此次民主党党纲修改 也更注重亚太政策 说到一个中国政策 这里需要厘清一下 对中美台三方来说 有三个不同含义的一种政策 中国大陆的一种原则非常简单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就是一个地方政府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也反映了这个论点 而台湾 也就是中华民国以及它的15个邦交国则认为 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国这边 中国经常要美国遵守的三个联合公报 是上海公报 中美建交公报和817公报 美国政府主张其外交上的一个中国政策 是同时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制定的 加上2019年通过的台湾履行法 以及最近刚通过的台湾保证法 而在美国 法律效力是强于公报的 特朗普上台以后 他在2017年2月与习近平通电话 强调我们是基于自己的一中政策 特朗普上台之后 也不太提过去的三个公报了 反而着眼于台湾关系法 2017年在海湖庄园见面的时候 还有G20和APEC 只要中国提及台湾问题 美国就重申自己的一中政策 不做过多解释 特朗普政府正式形成以三个公告和三个台湾法为基础 两边都承认的这么一种一个中国政策 跟台湾和中国大陆都不一样 美国广义的中国政策 就是长期以来一直选择在某个时间段 只承认一个合法政府 从1949年到1978年 美国选择的是台湾的政府 是合法政府 之后就选择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合法政府 但是在美国发展一个官方关系的时候 它也一直与另一个宣称中国的政府保持联系 比如说在1979年之前 美国在北京有联络处 1979年之后 又在台北有经贸代表处 两边都不完全切割 这才是美国的一中政策 美国政府最后一次对台湾地位有所发言 是在1950年 杜鲁门说台湾地位 必须等到朝鲜战争和平后再处理 这也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由来 而且美国说的遵守一中原则 英文是acknowledge 也就是认识到 了解了的意思 并不一定表示赞同 看来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升级 在对中国政府的看法上 两党逐渐形成共识 美国的一中原则正式松动 这并不是换个总统就能解决的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